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朋友 他说老花一 我的袖球变异了 发黄了 他给我发了一个类似的照片 然后我找了棚里面找了一圈 终算是找了这么一颗 其实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黄化病 在它早期的时候它的颜色应该是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 最早期的颜色应该是更白一些 就是刚长出来叶子会产白产白的 就是有点这种 有点产白产白的 所以这时间长了以后都开始发黄 当这个氮肥和一些美肥补充上来以后 缺铜缺鲜的时候都会体现这种发红 就是后期你虽然说补上来了 我就一直跟华尔美说 一旦出现黄化病 基本上这种叶子 想让它变率是不太可能的 就算是你补不可能一下子都补上 它也不可能一下子反绿 就像我这个白头发一样 它已经白了 你说吃什么东西 现在你就让我吃人参 吃貂皮吃鹿绒 它也不可能让这个白的变黑 所以说是一个道理 这种就可以修剪 这种话我们也要记得一下 你当记不住什么的时候 你说缺微量元素就可以了 就像人一样缺微量元素 你比方缺心 厌食 等等一系列 简单的一概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病 如何预防和治疗 也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病 一般这种就是由于它 碱性过高 就跟人一样 人是有胃酸 胃酸分泌不足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消化不良 这个就是有点碱性高了 它也会有点消化不良 你像同一批的苗子 它就有那么几颗 出现消化不良的感觉 还有一个本身可能是苗子的问题 也有可能我们批量养殖的时候 有个别的花忘了给它施肥 或者说没照顾到 个别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吧 这种是不一定就哪个就出来了 总的来说要理解 这种就是营养不良 跟人一样叫营养不良 主要是缺铁 其次就是煤铁铜心蛋 它都缺的 不仅仅是缺铁 就跟人贫血症是一个道理 不可能只是缺铁 如何预防呢 预防的时候 大家尽量的用一些有机肥 或者用一些有机土 要定期的去搭配一些肥料 一定看一下含不含有微量元素 如果不含有微量元素的肥料 你用上以后时间长了 也会出现这种毛病 您可以用繁肥水 或者是日常的时候 用一些粪肥 或者说自己嗷的一些个腐质土 或者说进口的泥酸土 它都可以 治疗的话呢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页面的喷洒 有花苞的这种 尽量的你就剪掉吧 别让它去开花了 即使是开出来的话 也会影响母体 会影响它的元气 好吧 就是我个人建议是修剪 然后喷肥 然后再让它重新长 恢复自己的元气 让它憋壮 好吧 用肥料的时候 还是以繁肥水为主吧 你看 就给花苞美 也不止一次说吧 说这种变红 你看 是黄 黄了以后呢 后面蛋肥上来的 它变红就这样了 不是变异啊 不是变异 好了 希望花苞美的养秀球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 就不要放了 我先来还一 养花最难一 就点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